哇這說明書好複雜喔 你看 OMG 這裡會連動耶你看 有沒有 好帥喔 光這條腿 他的設計 太帥了吧 哈囉大家好的喬老師 我們新鮮跟大家分享完了 SERIO所推出的第二K 復仇之戰的柯博文 是不是很帥 這個型是不是讓你的 回憶涌上心頭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想 還有一款機體 跟他在復仇之戰的最後 見面四秒就合體的畫面 耶 沒錯 就是這一款 天火來了 天火 好他這次的外箱 他跟以往的第二K其實不太一樣 他是做這種方形的 然後就是一個機體 然後還有他的Transformers的Logo OK 整個外箱 給大家看一下 那比較特別的是 剛剛 我在打開的時候就發現 他其實是這樣 他是這樣 這樣直接抽出來 等一下我看到一個 我看到一個 熟悉的東西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這什麼 他可以水貼DIY喔 天火有沒有 這種長老的感覺有沒有 那長老動不了啦 就要被合體起來了 那講到了合體 你還記得我之前 有跟你們分享過一款 也是可以合體的 超好玩手遊 Rush Royal嗎 很高興再次跟大家公布 這款熱血沸騰的遊戲消息 Rush Royal是一款砲塔防禦 加上集體紙牌遊戲的特殊組合 你的英雄是城堡防禦公式 是抵禦敵人最後的希望 而他們一起在部落防禦的英勇戰鬥中 射出箭雨和魔法導彈 遊戲非常簡單有趣 不惜一切代價保衛你的城堡 免受怪物的攻擊 解鎖英雄後 可以升級並合併你的英雄 組合你的套牌 結合不同能力並摧毀你的對手 點擊下方說明欄或畫面上的QR Code 就可以免費下載Rush Royal 並獲得特殊的大師寶箱 其中包含金幣、卡組、魔法塵埃 還可以兌換傳奇卡 收集新英雄並合併升級你的英雄 在遊戲中融合更強大的卡牌來取勝 遊戲中我最喜歡的英雄是Trainer 那獨特的功能是阻止敵人成群截隊 你還可以解鎖並選擇你自己喜歡的英雄 這個遊戲對我來說最令人興奮的事 是你可以和其他玩家即時對戰 你可以在PVP的合作模式中戰鬥 自取敵方玩家或聯手對抗 來自黑洞無窮無盡的怪獸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加入戰隊 或創建自己的團隊 並與其他玩家競爭排行防守 和朋友一起玩 和隊友一起對抗無窮無盡的強大敵人 一起保衛城堡讓遊戲有更多樂趣 點擊下方說明欄或畫面上的QR Code 就可以免費下載Rush Royal 並獲得特殊大師寶箱 其中包含金幣、卡組、魔法塵埃 還可以兌換傳奇卡 如果你是iOS版本 請不要忘記首次啟動遊戲時 允許APP追蹤功能以獲取寶箱 會獎勵數量有限 那麼好玩的遊戲內容 你還不快去下載 跟著帥氣的喬老師 一起進入Rush Royal的世界吧 這太帥了 它整個保麗龍分成四層 這還有一層 第二層 這就是天火本人 三層 三層 算完成品 可是它需要組裝的成分還滿高的 而且它這次的包裝有別於以往的 泡殼包裝方式 用這種保麗龍 然後針對每個造型去挖空 鏤空的包裝方式 設定上面就會有很多這種尖刺 所以它特別需要 去用這種保麗龍的方式 去增強它的這種保護 那再來我們就來把它 零件全部卸出來 好 那內容物其實就非常豐富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看到 它全部拿出來 那其實 在 這個摸的過程 因為 它就有經過這種舊化處理 所以上面多少會有一點這種 漆料嗎 還是一些粉 就是摸起來會黏黏的 可是 其實還好 這整體看起來其實還好 它也沒有什麼 褪色掉漆的情況 就單純摸起來的那種手感 所以我剛剛還特別去洗一下手 好說明書上還有附一張這個紙 那這個紙上面其實就著名了 水貼的 貼的要對應的位置 然後這些機頭啊 還有一些機翼的部分 會增加一些水貼 警告標示 那我們就 換個場景 把這張水貼 全部貼完 GO 喔 好 好 喔 那 哇 那 哇 哇 你看 貼完這個水貼的效果 在機頭部分 比較多機頭部分 可是它這個比較可惜的就是 它的紅色啊 因為它的底色是黑色 所以它的紅色就是會有點被黑色吃掉 可是也許就是它的設定就是這樣吧 OK 所以這水貼很好貼 那如果你是不會貼水貼的玩家 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 喬老師的模型課 除了教你噴漆塗裝才有水貼的製作 你看 你這完成品也是需要貼水貼的技巧 好不好 貼好了 再來我們就把它透過說明書 組裝起來變成戰力的天火 在主作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天火怎麼誕生的 天火一般的名稱為Jetfire 但在有些地方例如G1卡通或日版G1叫Skyfire 這是為什麼中文翻為天火 那我們以前講過變形金剛在草叢初期 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海之寶從日本 買回來不同的玩具IP所組合而成的 例如微星小超人和戴安可龍等 那海之寶在選擇天火的原型上 則是挑中我們熟知的超時空要塞中的VF1S女武神 但又因為諸多版權的因素 後來不得不針對動畫做大幅的修改 成為我們現在動畫中熟知的天火模樣 天火的角色設定是一位愛好和平的科學家 原本和電影一樣 先是處在狂派陣營曾經和天王心事好友 但後來又因為理念不合加入了博派 在動畫中變形金剛轉換陣營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把胸口的牌子換掉就好了 那他也是博派初期為數不多的空中主要戰力 在《復仇之戰》電影中 天火的外型被改為美軍SR-7黑鳥式偵察機 人設也被改為脾氣暴躁的老爺爺 在戰爭中犧牲自己的生命化為武器 幫助剛復活的柯博文 合體成為我們今天要開箱的Jet Power Atmos Prime 這說明書好複雜喔 你看 OMG 我來好好看一下 這裡會連動耶 你看 有沒有 帥喔 這裡按下去 哇 裡面有吉倫耶 它卡住以後 它就會固定住了 所以這個要稍微擦深一點才會卡住 OMG 我這個 光... 光覆到腿 XX 它的設計 太帥了吧 站起來了 天火站起來了 好 好 那我們經過了一段時間組裝 將天火立於大地 他剛剛一開始 就令我最驚豔的就是他腿部的結合 然後他的這個大腿跟他的小腿 就是膝蓋那關節的結合 哇 設計得非常巧妙 他運用他的機械結構 然後跟這個推進器去做這個結合 裡面還有卡榫 在結合以後 就可以有這種急輪的結構 真的是完美 就在這個腿部這邊展現非常的棒 那他整體組裝起來 因為其實他原本的上半身 就是他的從脖子一直延伸到他的這個腰部 然後接上他的手背 他是一體的 就是他上半身的時候 看他的那個整體的這種機械感 塗裝的處理 其實就非常的好 然後最重要就是他接上去頭部以後 一連串的就是將這個 串整個背脊 這邊去做一個裝飾 用原始設定的這個 美軍的黑鳥偵察機的這種設計的結構 比如說機翼啦 或是他飛機上的任何的這種結構 去拼湊出他的背脊的感覺 這裡整片這樣插起來的立體感 非常的精緻 天火的設定他是一個長者 就年紀比較 阿伯 阿伯再阿公了啦 就是比阿公再多一點這樣 因為他已經儲拐杖 阿伯沒有人在儲拐杖 我們現在就已經是阿伯了 我們還有儲拐杖嗎 阿公等級 然後他的整體設定就是 比較有那種鬍鬚 比較老人家的感覺 所以他這裡也是運用很多這種 機械的碎片 那種刺刺的 然後去拼湊出這種 老人的鬍鬚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他這幾片那個鬍鬚 他就是單一色 如果他有跳色做一些金屬色 比如比較亮的銀色啦 或是一些銅色 在上面做一些分色的話 我覺得這個頭部會更更立體 那鬍鬚這個部分啊 其實他的塑膠零件材質比較偏軟 他就是為了方便說 我們在拔完的過程 不要刺傷手 也不要容易斷裂 所以這邊的零件是比較軟的 他接上這個頭頂這個 原本的黑鳥戰鬥機的機頭 然後他其實接上這個機頭 其實他的可動就會少很多 因為他的設定就是一個老人家 有沒有看到他還儲一個拐杖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他在電影裡也沒有什麼太 在需要可動的地方 然後再來他的脖子延伸下來 其實就是有點 因為那種駝背的感覺 所以整處都是可以 可以去做活動的 然後這個就很容易掉 會脫落 那頭部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眼部可以發光 有沒有看到 在頭部的底下 有兩個螺絲孔把它打開 然後放上電池 然後再組裝回去 那下面有一個撥片 這邊稍微撥一下 這樣稍微撥一下 撥一下有沒有 眼睛就會發光了 我們現在光這樣放起來 就已經三十幾公分了 然後我們讓天火站直 因為你看他這邊就是有點囂張 有點彎腰 我們讓他站直 看站直起來會多高 我們先拿科博文跟他比一下 有沒有科博文在旁邊就小小的 我們再展現讓天火站直 阿伯阿公站起來 整骨頭抬起來 你看拍這個腰的地方 其實他有一些左右可以這樣 左右動一動 他一直在噴零件 膝蓋好像也限制住 噢不行了 噢可以可以可以 他這邊還有一處可以再摺 他整個膝蓋的這個結構 下面都有脊輪 有沒有 所以他可以很放心的把它摺高 噢 他站高也會變超大的 然後再來 他的手部關節 有沒有 他的手背 也是有一點可動 可是還是會有些干涉 然後他中間骨架都是金屬的結構 他的肩膀 銜接胸口的地方 這邊的結構 可以稍微的往後拉 可以快出來擴胸一下 然後肩膀的這邊 他有一個關節去擋住 裡面的這些結構 然後沿接到手臂 然後手臂的上半段這邊 他有設計一個關節 是可以讓大家去旋轉 所以他這邊是可以達到360度的旋轉 天火阿公就站起來了 更高 那我們現在這個狀態 再跟科博文比一次 有沒有 科博文像他兒子一樣 在他身體裡面 哦 所以等下合體就是這樣 然後他抱著他的 這是老背哨 不對 這是哨背老 他這個腳趾還蠻用心的 他這個腳趾其實 他的每一個指節 都是有一些可動的 你看 他可以併起來 他可以張開 在後腳跟這邊 他其實 裡面的指節也是獨立的 你看後腳跟他就有 兩個不同的關節 然後他的腳跟 有幾個零件都是金屬的 所以其實腳部的配重 算還蠻夠的 黑鳥戰鬥機 他的整理設定就是這種 深黑色的機體 可是他有配上很多這種 金屬色去呈現 比如說這種黑鐵色啦 或是像這邊有帶一點金屬紅啦 可是這金屬紅感覺是 後面為了跟柯博文 所以先預備了 後半部這邊有一些這種金屬紅 我不知道啦 我只是猜測 那身上一些細節刻畫 也是非常的精緻 就是不管是這種 機械該有的這種齒輪結構啊 或是這種油壓感啊 甚至於像推進器上這邊這種 排煙管啊 他都有做分色的處理 那他的機械內構其實特別在 他這個核心這邊 你看我們這樣稍微翻起來看 你看這邊的這種 顏色的分佈 然後他的這種 烏油的處理效果 就是機械內部結構的這種 該呈現油的這種效果 在這邊都有細細的刻畫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他的設定是老人家 所以他在喉嚨這邊啦 感覺就很像那種皺紋的感覺 他是做出這種結構 看起來就是喉嚨下垂 一直哭哭哨 氣管已經不行了這樣 嗚呼呼呼呼呼呼 那種感覺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一個 重要的時刻 就是要來看 天火怎麼跟柯博文合體 合體 一根下巴變成Z鋼彈 OK 我們把柯博文該拆解拆掉了 然後 他除了頭部 是天火有附一些替換件 替換上去以外 然後剩下就是 從柯博文身上拆解下來的零件 比如說腳掌 然後一路 這些 一些孔蓋 我覺得在轉換過程滿有趣 特別像這個胸口 這個 腰部這邊 腰部下方這邊 這個零件他一開始 比如說這個就是 柯博文原本 車頭燈的位置 然後他的設計就是 這樣反過來 然後這樣 這樣轉進去 然後再轉換一個方向 讓他腰變寬 我覺得這還蠻酷的 就是他在 這個版本的柯博文設計 就已經埋下伏筆 就是他準備 就是為了 合體而存在 大腿這個地方的零件 他本來也是 蓋起來結合的 可是他就是 裡面有一個關節 這邊有一個關節 他可以往後拖拉 然後再去做 角度上的調整 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 退開 然後這個零件也不用拆掉 然後他也保留在上面 我覺得這裡設計得超棒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有一點變形金剛的味道在 OK 那我們再來就 把天火身上的零件 拆一拆 能用的 裝上去 讓柯博文變成 柯博文 Plus 你知道 我拆到一半 突然發現一件事 什麼是 就是 他身體 剛剛應該有這兩塊零件 沒裝到 然後 這個 要解釋一下 就是 我們在拆帶的時候 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這兩塊零件 就已經掉了 所以他說明書 當然沒那個步驟 所以 一開始拿出來的時候 這兩塊零件就掉在旁邊 然後我們也沒留意到 就這樣拍完了 我相信大家應該想看 天火跟柯博文合體 應該不會太在意他胸口 少了這兩個零件吧 你看 這桌面上 就是天火拆下來 它所有的部件 就跟那個 電影裡面一樣 就是犧牲了自己 你看它那麼多零件 基本上這個天火就只剩這樣 又廢物 沒用了 那我們再來 就 一步一步的 將 天火身上的零件 跟柯博文 進行一個 最終形態的合體 合體失敗 柯博文就變這個樣子 這樣有威嗎 應該是蟲 齁! 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欸我怎麼找到PIN點 連這裡都育藏磁吸 真的是 真香啊 再來這兩遍 我可以見到 再多點 應該兩遍 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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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完成了這個天火科波紋 整個合體起來超帥 而且其實合體的過程 就是要花點耐心 然後官方他也有釋出這個合體的影片 那當然你可以唱好我們的 整個合體完以後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掉件 因為是還蠻多人反應說會掉件 就是網路上有些這樣的評價 可是我們這樣用起來其實還好 那搖晃還好 然後上了這個支架以後就更穩 整體完全就是霸氣 就是整體合體以後就是 哇這整個資訊量是非常的就是爆炸 柯博文這種身上舊化的感覺 然後天火本身也有這種 他有一些污漬啊 還有那種消光污損的處理 合起來 真的是 這怎麼辦啊 這個 這樣子買 本來是買一支柯博文跟天火做合體 那是不是還缺一支柯博文的本體 還有一個天火的本體 因為你看 這個天火就是變成這樣 他就跟電影裡面是一樣的 他就這樣 沒有頭耶 全部被吸光了 沒了 好雖然它還是可動完成品 不過基本上弄到天火這個型態 就也不太會去動它了啦 可是就是比如說我們在動作上 還是可以做一些細微的調整 比如說關節 我們還是可以去調你想要的角度 這就是可動完成品的好處 因為它就跟雕像還是有一點點差 就我們還是可以去比如說手部的動作啊 可以去稍微的調啊 然後上面的每一片零件 我們都可以去調出你最喜歡的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翅膀就是可以去做角度上的一些調整 然後像這邊沒片那種小細節啊 它就是可以去做微調的 機椅的翅膀的結構 這邊的可動還是有的 所以我們想要去變化一些角度 也是可以去做調整 再來後面這一段 就是在天火的階段是沒有裝上去的 這裡是引擎的出氣口的位置 然後它這邊設計的刻畫這些細節其實蠻好 然後再來這個地方是有燈飾的 就是可以裝燈 然後它用壓的方式去做開關 我覺得這蠻好 然後它燈一亮 它其實裡面隱隱約有一些這種機械的內構 一些管線 所以其實這樣看到 哇很過癮 非常過癮 OK 好那它有附兩把武器 一個是就是砲 然後還有這個 它的彈鏈 OK在這個位置 好另外一把這個結構 就蠻帥的 它也是一個砲的功用 它就扣在手臂上 OK 這樣有沒有 它的手臂看起來視覺就會平衡了 哇這上面細節很讚 好我們將它手上的武器全部裝上去了 那 它其實後面的彈鏈很難裝 因為它後面那個空間很小 所以可能有些東西在拆掉 再重新裝 OK那我們就大概把它塞進去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完整的型態 OK 它手這一門炮 大 然後後面接上它的這個 算是 算是彈鏈還是它的能源輸出管 對然後銜接到這裡 那整體的設計也是非常的帥 就是如果你只有單純的天火 那這根炮就沒有用 你必須要有柯博文 做一個合體的時候 這根炮才有它的用處 這邊有另外附一個零件 有點像發射的時候的板機 它其實就是一個 裝在柯博文持槍的手 然後就有一個 好像握著這把炮的感覺 我覺得 《復仇之戰》的柯博文設定 因為之前就講過 這款設定我也是蠻喜歡的 然後 它在 這個劇中 在最後 跟天火進行一個合體的時候 哇那個時候它 是算熱淚盈眶嗎 非常感動 天火犧牲了自己 成就了 第三集的變形金剛 讓柯博文還可以繼續活下去 整體的組裝跟把玩的感受 就真的是不得不佩服Zero 它可以 將這種合金的可動完成品 做出這種雕像的氣勢 那整體的配重跟它的份量 當然就是非常的完美 好那這組推薦大家買嗎 就是如果你預算夠 因為它的預算稍微的偏中高 如果你想要買一個塗裝 已經完成 然後又有這種可動玩具 可以把玩的 這件作品非常推薦 這部我們拍多久的時間 本來我想說 天火很簡單 我們拍兩個小時就結束了 結果 加上這個合體 我們拍了六小時吧 從早上我們拍到晚上 OK 那以上就是喬子 今天跟大家開箱分享 算是 拿到 這個 熱騰騰的天火 直接跟你們分享 那如果你們想看 小老師開箱什麼有趣的商品 可以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希望朋友們點讚 小老師玩具開箱 下次見囉 Bye 好 OK 好它這個 整個設計也是 忠實還原天火裡面 在電影裡面的設定 就是它一變身以後 就東掉西掉 非常好 天火的 這邊是天火哪裡的 那塊零件是什麼 怎麼掉在桌上 這是柯博文的還是天火的 我跟你講這塊沒在說明書裡面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誰的 這太難了吧 這要找出這一塊 啊 白癡喔 灰燼器啦 我還是厲害的好不好 有沒有 欸 對啊 都這樣把它掉在牆上 跟著福音戰士一起掉在牆上 那就下面電線上下 這電線會是那個 那個機油爆管這樣 就是 被淋遲了 被淋遲了 被淋遲了這樣 恐怖 還是其實就是丟給我 丟給我兒子 他就會把它弄成恐怖